几些年,快船队可以说是从巅峰到运纳球队陨落较快的球队。 在短短一年时间里,快船队失去了保罗,而又接连失去了格里芬以及小乔达,曾经的空间支撑三巨头就此陨落,快船也基本宣告推到重现。 作为快船队D老板鲍尔默是NBA老板中最有钱D老板,身价达到421亿美金,在联盟中没有人比他更有钱。 但是鲍尔默却没有放球队,成为联盟中最好的那一支,作为老板鲍尔默对于篮球的热情高于任何一个老板,在关键比赛都会到赛场加油,最终快船只能够重建。 不过,同样是更换老板,火箭队D老板费尔蒂塔不仅在个人资产上,获得了回报在短短的夜年的时间里身价增长3亿美金,同时火箭队已经成为联盟中的强队。 在上赛季,贝尔蒂塔摆下火箭队,同时宣布火箭队若是能够夺冠,那么将不会吝啬,愿意付出舌尺税。 因此在今年休萨期,火箭总经理没了用此年1.61美金留下保罗,以及5年9千万美金留下卡佩拉。 此举火箭保证了未来四年时间里,球队的核心阵容稳定,保持争快的竞争力。 火箭下赛季的薪水加上奢侈税,将会达到了1.65亿美金左右。 这一眼高区联盟第四位,创造了火箭队自己的队史记录,反观快船队,从当初一直被看好到如今推到重现,快船队在洛杉矶远远不及胡人。 最为主要的原因则是在球队的搭配上一直没有进步,在快船期间,首发阵容实力十分出色。 但是多年以来,快船的替补势力,一直没有得到解决。 最终在上赛季,保罗选择离开快船,将摸火箭。 第一个赛季离火箭变大近西部决赛。 若不是保罗受伤最终,进入到决赛的就是火箭队。 而如今丧失了三巨头的快船,准备在2019年去追逐大排球员。 但是从目前的状态来看,很难得到大排球员。 谢谢。 谢谢。 谢谢。